因为他活到101岁 所以我们想说 他的饮食习惯里面 一定有一些什么 长寿的一些要素在里面 一道道张学良喜爱的料理 一吃就仿佛走进时光隧道 以少帅故居改装的汤屋业者 经常有外国游客订单 本来透过第三方定位服务 被抽取高额手续费 但现在业者已经可以自行接单 光是这个转型的动作 就让我们在这个佣金的部分 就省了很多 导入之后到我们 比如到今天来讲的话 应该是几个月下来 大概省了大概三十几万 能省下大笔成本 业者靠的是台北市 店家技商业数位转型辅导计划 从培育辅导再到扩大应用 协助业者提高竞争力 运用科技来去协助 他们的产品的销售 协助他们的服务的提供 让我们这些传统的店家 也能够跟得上时代 产业数位转型 不仅能够精省成本 像这一家西服店 还因为建立了线上咨询 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一次的补助 我们做了一个线上的购物车 所以他可以在线上 定制他的衬衫 甚至如果他有尺寸的话 我们也可以定制同款的西装 透过夜市一对一的协助 找到每一个店家的痛点 针对他们的问题 去对症下药 那今年我们目标 希望也能够辅到 两百个店家以上 协助老店新生 台北市推动商业数位转型 期盼新手打造台北智慧商圈 东安新闻 温桀林 陈静豪 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